大家好 我是KFC 之前拍了很多影片是關於鞋的評論 今次也想試一下一些新的東西 拍一下Gear's的評論 今次想試一下拍一下褲的評論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試過很多不同的鞋 我想很多跑山友都有一個問題 特別是男士都會怕大腿內側的磨損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買一些鞋子 相信鞋子的作用能夠防止收根 幫助血液循環 可以令到乳酸快點帶走 我先講第一條 市面上是很熱賣的 就是Full Time Shoe MCX的鞋子 這條其實會比較薄 而且會留意到反轉一定要講 其實它是根據大腿肌肉的條紋 去做一些鞋子的鞋子 可以說是鞋子 還有一些溶質的感覺 根據你的肌肉線條去做 穿上去的感覺都非常舒服 還有緊的 我穿過這麼多條鞋子來講 這條其實是其中一條我覺得最舒服的鞋子 還有質地比較薄 如果香港跑山 其實這條褲子算是蠻適合的 我個人認為 唯一我覺得它是 差一點就是 這條紋潤是沒有袋子的 特別我們平時跑長途的賽事 50K以上 需要一些袋子去代膠 還有代糖 這條褲子其實只有這麼小的袋子 我覺得這條褲子整體是很舒服 但唯一它的不好處就是 袋子只有這麼小 第二條 在市面上應該都會在很多不同的行山譜看到 就是Z的一條Compression Tie 這條呢 其實相比那條的質地會厚一點 而且你會看到 車供是會多很多的 而 你會看到它整條Compression 的構造 大腿的位置會厚一點 然後腹囊的位置會鬆一點點 其實它是包住大腿的 你看到大腿的腹筒位置會厚一點 而在袋子方面 它也會比剛才說的那條Tool Time書 優勝一點 因為它其實後面有一個很大的袋子 你可以代膠 可以代糖 亦都有拉鏈 這個是用家朋友的 那 我自己覺得這條Compression 可能唯一一點點的好處就是 你要預大一點點的尺寸 我自己本身戴比較粗的 那我看到它的尺寸和這條褲 都不是很吻合的 我要買大一點點 那就會剛剛好適合了 那整體呢 這條褲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那唯一呢 就是 這條Compression Spot 我想很多人都有了 跑開山 那 那 那 其實出了新一代的 新一代的 新一代我就沒試過 舊款我以前就常常穿了 後面的袋子是 剛剛說的那兩條之中 即是 即是適合這條 其實第三條之中 這條是最大的袋子 可以載得最多東西 但沒有拉鏈 那 我覺得這條褲也是舒服的 但唯一的好處就是 你的腳要很長才能夠長得到 因為如果你 大腿不夠長的話 其實它也會過膝頭 但這條褲的設計 應該是在膝頭上面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 感覺 另外 它後面有一個 Compress Board的膠 它有時都會 有可能會磨到的 OK 那這就是我對這條褲的感覺 感覺的質地 像底褲 多於像面褲 OK 最後一條就是 我覺得是 TOOTIME SHIELD的 超級的傑作 就是 它第二代的 Elite Compression 這條褲 其實剛剛出的時候 我已經買了 是09年買 用到現在 16年 7年 這條褲依然 是非常緊的 對 除了膠外 我現在也偶爾會穿著 所以這條褲 我也覺得是很好 唯一不好 就是 有些很怕熱的人 這條褲的質地 就會比較厚 我想 簡單的review 就是這樣 謝謝